昨晚在美股那邊其實都是回了下來的 大家是不是又不滿它的業績呢 如果你說業績就是第一季的營收 或者是看經營整後的每股的虧損 各樣東西 其實全部都是比預期好 因為營收這次是99.1人民幣 其實市場股都是99.1人民幣 其實這個是持平的 但是你看看每股的虧損 其實是比預期是少很多的 所以其實嚴格來說 那個季跡不是差的 但是我想真是一個所謂致命商 青銅股價跌的主因就是展望 就是第二季無論是加負量 又或者是第二季整體的那個盈利的預期 比市場預期都是叫益的 因為這次就說第二季預期的營收 大概是93.4億到100.9億左右 其實就比原本預期市場股 差不多115億是為止少的 這個也是有個比較大的影響 而二來剛才提到的加負量 其實這次就是23000至25000 這一季 一來不及第一季 因為第一季都25700 其實你這樣算環比也是要下跌的 而二來如果你算外面的增幅 只剩下5-14% 其他新勢力或其他車股是倍倍的 其實這也反映了 蔚來的車似乎 這一轉賣得是一般一點的 還有如果你拆開幾樣東西 因為其實它們四五月的數字是有的 其實你這樣算一下 它六月份是有機會過回萬部流上的 去回萬二部左右的 如果單月來算 其實本來單月來說就不是頑皮的 但是問題就是始終整體 整季的數字就不是大家估計那個復甦性那麼強 雖然它都有補到就是有架新車 ET7其實就五月出來買之後就不錯的 又叫下半年那個加副量會強很多 但是這些真的要再看 就是你現在說都不知道 因為很多變數 因為你出可能你都會出 還有就整個市場供應鏈的問題怎麼走呢 這個都是難估計一些 所以你可以說是個展望的問題 而令到股價今天一樣是有個比較少少的明顯下跌 還有其實也一樣 就是由五月中後段開始炒一些汽車的刺激政策 其實連蔚來或者是幾隻新勢力 全部都是夾上來的 其實一樣短程升局都是不少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整顧一下先 我覺得如果香港這邊來算 就八四元這些位置是一個初步的支持 如果這些位置都站得住 就繼續維持一個叫做小小一浪高一浪的格局 那就不算太差的 但是如果八四元都跌穿 那有小小可能這段反彈就會初步是完結了 所以如果你說有貨的 我想八四元這些位置是一個比較明顯的短期分水頂 就是要用了一邊去健身 就知道你確實都能自己 是有動腕地做的 其實不是這份一半的 完全不是二人的 那一半的但是 因為我們能夠吸引 好幾隻,就是這真的 這次查看 也不能取得 成熟 得不如 你就真想